謝謝大家 回到R0 我們的申請思維 經常在一分鐘之後開始 理論上作為主持 我們要介紹的講述 就是我們的高層長 高層長應該有個不太需要介紹 所以我稍微講一下 高層長他本來2012年底 也就是前年底的時候 本來是強者國公司 然後那時候他跟幾個朋友 去雅破台隊 然後後來應該是小光光 我想說他們做的東西 可以取一個叫JV的名字 然後他們就開了一個LX的頻道 然後他就問我說要不要中英 然後我一中英之後 就剛剛掉進一個深不見底的坑裡面 我剛才覺得說要過著很平靜的生活 借些情勢啊 翻譯一下 結果掉進去之後 不但要學教舞啊 做設計啊 3D音樂啊 什麼教育標準字體啊 這些東西全部都要匯 然後瞬間就從工具園 變成工具貓了 聽說是今天的主題 好 那所以趁場這次就也非常順利 主題的據說 花了整個晚上的指導 我們去貓小聽到那個 所以我們待會就來聽聽看 他的春情之吻 謝謝 好像GOSPOP沒有以前一層招落環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那今天的主題是春情之吻 不過我們先來聊天一下這個 另外一個政府的一些最近的事情 就是 大家可能知道最近有一個新聞 哈哈哈哈 好 肉文在你上天堂 不好的肉文可讓你丟肥脹 不然 最有可能是有人註冊的假裝報 然後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 那所以 我想真是蠻多人可能都有投稿過 科學期刊 那我想先給各位介紹一份 非常有名的科學期刊 他是世界上第一份科學期刊 甚至 他多早呢 那個時候 事實上還沒有科學這個 好 那其實有 他科學期刊的話 這個In-time Friday應該是很大的 他有很多大頭 透這個刀 包括劉頓啊 然後 法拉帝啊 Maxwear啊 甚至Dark 他們都投獲這個 這個期刊 那 這個其實是大概17世紀的時候 是什麼事情 那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 比如說思想家 他們其實是有一個社群的 叫做Republic Financial Netflix 他們會用書信來 來交換彼此的意見 那 其實他們就是那個時候的一個 社群 有點像我們今天有一個 可能有去過網路 這個網路上會討論事情 這樣子 只是他們非常厲害 會用信息的方式去共通 那所以 這個思想家的這些交流 其實你可以看出是一個社群網路 那你就可以是整理出來 比如說這是福爾泰和洛克 他們的思想交流的網路 是如何去通訊 再回到大概這個期刊 其實那個時候是有一群人 他們說我們來住 一個新的學院 叫做病星學院 Invisible College 那他們是做什麼呢 其實他們其實是一群 電信術師 那電信術師就是想辦法 要把它簽變成黃金的 對不對 那但是 他們通常是有一點神秘主義 就是說 我好像 我有一個秘訣 不想跟你們這樣 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可以多多變純 多黃金 那可是這一群人 他們自稱為 Natural Philosopher 那他們就是想說 我們現在可以做實驗 要分享出我們這個做實驗的過程 實驗的節目 讓大家可以檢驗 大家可以討論 然後我們可以累積所有的東西 讓我們的這個學能更進步 所以後來這個學能 就逐漸被稱為科學 好 欸我很像之前的這個open service 什麼樣子 好 那 嗯 其實 這個 這個期刊 為什麼會這樣 造成這樣的影響 其實是因為說 那個時代 除了剛才說寫信之外 主要的知識交流 是透過書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消息了 只是出書這個過程太冷藏了 你要寫一本書 要寫完 要review 要幹嘛要印寫 要送出去 太慢了 所以他們希望用期刊這種形式 來做快速的交流 好 所以其實這個 算是說你可以說 這是一種通訊技術的改變 讓它更快的交流知識 然後造成了很多文明 或甚至政治上的一些改變 那我們招招今天來看的話 這是2013年的時候 王大春先生有受訪說 欸你覺得臉書會促使公民參與政績 因為臉書顯然是我們這個時代 這幾年來 最大的一個通訊方式的改變 那他認為是絕對不會 那讓大家覺得自己參加和按讚 對不對 然後可是 好像最後你又沒做什麼事情 用來可以參與 那不過在2014年的時候呢 這邊有出現了一個專案 有一群人做了一開放監察院 開放政治獻金的網站 的一個活動 我想說這邊有參與上面的 可以指下手嗎 大概有30%的人 好 那這個其實是說 我們把監察院裡面的 政治獻金明記印出來之後呢 試圖上網 然後讓大家把它數位化 好 所以第一份上去的這個文件呢 大概有30萬人左右 有將近1萬個人參與 在24小時內把它全部數位化完結 那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開始的呢 那其實就是說 一開始有人說 我們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寫了一份文件說 這個政治獻金這件事情 到底怎麼回事啊 然後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啊 為什麼說這個東西不公佈 細節出來呢 因為理論上來講 在台灣基本上都是候選人才會有政治獻金 好 那你在投票之前 如果你不能夠看到他的政治獻金明記的話 其實你是不瞭解說 你投給他的這個人 他的金帶來的是什麼地方來的 那你是不是認同這些金帶來的 好 那這個是完全沒有辦法解決 那所以這群人呢 就開始有人氣嘴巴聲說 欸我們可以做這個啊做這個啊 那目前要查閱的話 要去現場啊 然後幹嘛運出來啊 好 那那時候就是 開始有一些NGO說 那我們來試試看做這個事情 好 那所以 剛才提到 印政治獻金的戲目 就要走進這個Building 好 那 人進去之後呢 就把它錄出來 然後就有一個SOP 把它掃描上去之後 欸 這個光力網 他就做了一個 這個叫千豆腐的動作 把這個掃描上去的PDF 變成一個一個的小 比較小的文件 每一個是一個image 然後接下來大家就懶了 把它變成 數位化 就是要一直去打 然後就看到這個數字在之後 就覺得 好嗨啊 你知道我在幹什麼事情 真的有在參與嗎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那多數位化之後 我們都要去講 其實 有數位檔案 我們可以做很多分析 這個只是 出位的內容而已 什麼樣的分析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的經費分子是怎麼樣 好 那甚至我們 如果套上了這個公司 公司的關係股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是不是有某一個集團 他捐了很多錢 就是不少錢 給某一些候選人 然後這些候選人 他最後又通過了哪一些法案 那是不是 是有利本來這些捐錢的集團 那這個可能是合法的 可能是非法的 可能是有疑問的 但是我們如果都不知道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去看很久 好 所以我想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蠻實際 就是說 可以讓他很懶的參與 然後就 也許實際上可以 接下來造成一些改變的事情 好 那這個也就是最近 這一兩年來 也是政府很多很多的專案 很多很多人參與 在做的事情 那我在4月到6月的時候 其實到世界各地去 教了這個經驗 因為全世界各地其實蠻多地方 都想要透過網路去 去做一些改變啊 然後想要讓 用科技去 讓更多人去存取到資訊 更透明 這樣子的方式 那交友的結果之後 天啊 別人就說 你們這個是 可能是世界上最活躍的 開放政策的參與社長 而且我們全部都分source 所以就是希望 有更多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合作 那所以 今天並不是要介紹 歷史政府的project 因為其實 之前可能蠻多人都已經看過 不少裡面的東西了 那我想要講的是 我還是先說一下 為什麼會是政府 其實很短 一開始有一個很短 有一個人卡在路上 然後想說 不然我們來做點什麼事情吧 然後就找了分source的方式 在分source的社群說 我們來做點什麼事情吧 然後呢 就出現在JPISA 然後這個政府又差一天出了一番 然後就越來越多人了 好 那我想說的是 這一年來 其實從 一個盤上 就是從 open source 設計出發的一個社區 歷史政府其實發生的很多不同 的是 譬如說 上個這次有這個校園合作 有課程 開大門搜尋 一段的課程 直接說 那不然我們來看怎麼樣合作 看是不是讓學生 可以開發裡面的一些專案 然後或者是修一些東西啊 那事實上 除了台大府外 正大和交大的課程 其實也有類似的合作 可能沒有那麼直接 但是 有類似他們推廣開園的 學生參與的課程 那 其實學生蠻多 也會去選擇 進入密送領相關的專案 那還有 現在是暑假 所以今年 剛才有 雨昌提到 過草之前 一個募資的專案 因為超標了 所以就想說 是不是我們來看看怎麼要合作 由他們多出來的錢 來贊助一些 學生參與 G001目前的專案 那特別是跟國會有關的 因為那也是他們 希望關注的地方 那除了校園之外呢 其實 我們常會講說 因為G001開始的概念是說 把政府的GOV 換中間那個O 換成立 那變成是一個 好像 我們做一個單用政府 就是一個 一個新的版本 測試版 讓大家看看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用 那所以逐漸其實 我們做出了一些 project之後呢 也和政府有一些 對話 那變成特殊的政府對政府關係 譬如說 之前我和 立委同行使男的 Johnny 就有到立法院的 資訊處去演講 那演講完之後呢 這個資訊處人員的心得就是說 呃 他覺得 呃 最近很可愛 好 就是重點是說 不只是說我們提出一些 距離建議 而且我們把這個建議 已經做出一個project來 好 那其實一開始 我們用開任的想法 就是想說 其實如果OK的話 政府直接拿去用也沒關係 好 那不過以目前 呃 臺灣的資訊委外 跟廠商的 呃 習慣運作方式 目前這個 應該是還沒有發生 我直接把這些 都變成GOP的東西 不過我想 這也許會有可能 好 那像Ronny他也到了 公路總局去分享一些 呃 G5B的project 跟 的運作模式 那大家熟悉的盟點 呃 其實 呃 在和交易部溝通這個 一開始只是送一些PAN 然後就越來越多 然後他們發現說 天啊 原來我們只要把資料放出來 就有人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好 那 那但是要釐清這件事情呢 就可以把授權的東西釐清 所以促進他們 加速了 和原來這個資點裡面 作者釐清授權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 呃 各位如果還不知道我們點的話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字點 他有疑順動畫 有助音 有周恩發音 這些都是交易部門做的 而是在不同的形態 好 那所以 在這之前其實 我是不知道 甚至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 他們有做這些事情 那整合起來到一個 部門用品牌之後 那就發現這些事情 然後 後來有 法國的阿秋 在台灣學中文 加上了一個法文 比 同時他又去管路台 好 所以大概有四千里修正 所以大概有四千里修正 或是從這邊的平台 收集之後送回去的 也就是說 這個除了讓他原來的東西 變得更好用之外 其實也讓他本來的內容 變得更完善 那 台灣的政府在推動這個 open data的時候 是由國發會 在訂定這個授權方式的 他們有第一個版本之後 其實 蠻多人透過這邊去 去反映一些意見說 其實這個授權條款 可能有些地方 有問題 那他們就說 那我們現在 有一個新的草案 那不然大家 直接來 上面comment說 哪邊不對 或者是哪邊應該怎麼幹 或者是哪邊需要提起 那所以 這樣子也是一個 在 應該是年初的時候 的一個交流 那 這邊大概會成了十季 將近二十個意見回去 那所以 基本上都被 接受到新的版本 不過新的版本 還沒有被 正式的 所以 看一下 那 其實最近真的很多 就是政府 覺得好像要跟 這個 職業域多對話 然後 去了解說到底 科技 科技圈 或是我們這個 關心開放政府的科技圈 實際上的想法 或是實際上 希望政策是怎麼樣的進行 包括科技部他們 負責一部分開放資料的政策 那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其實我去 行政院裡面 和院長直接的 對談 那 在我收到這個會議通知的時候 我的傻眼 特殊的政府對政府關係 可能 是一切 好 那 其實 就是 剛才提到四月道六月 還有很多國外的朋友交流 那目前開放資料 甚至開放政府推動的 最 算是 最有規劃 跟進程上面最好的 其實應該算是英國 那其實 在他們一系列的IT的改革 跟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推動 後面 有一位推手 那 其實他有公共講 講說 通常政府是 開始有一些危機 希望去做一些改變 可是 他想做這件事情 到十七八十之前 你要跟他開兩百四會 所以我想我們大家 現在進度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政府之外 其實 傳統上 我們 和政府的溝通 其實很多時候有投入NGO 他們關心特定的議題 比如說有環保的 有勞工的 都有特定不同的NGO 他們去 follow 這些議題 那他們工廠是說 會去看公圖施壓 那公圖呢 其實就是會 換來換去 就說 希望不要換紅色 那 這些NGO 他們就會做為一個壓力團體 去 去 explose 現在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那 哪些地方可能不對 那可是 在新的這個模式裡面 其實 大家都有獲取資訊的能力 大家都有 進行快速落空的能力 快速 快速 串流的能力 所以就是 在這樣新的一個模式 這些 通訊技術 甚至說 這些 資訊科技的這些 這些進展之後 這個型態可能就有點不大一樣 變成是 變成是全部的 勾工就一起來了 所以我們也在想說 其實在全港的NGO 他們可能需要 是要採用新的工具 或是用新的方式 跟所有的人一起組織起來 那所以 這個也是在紀錄面裡面 蠻大的一個發覺 在做動不動不住相關的 就是說 當我們有大群人 有意見的時候 那怎麼樣有效率的 達成共識 那所以這個 就是 群眾參與民主的部分 那因為傳統上其實 群眾 應該是說有兩種 傳統上就是大家集中 就是 那這邊好不好 對不對 選舉嘛 那可是到現在 大家從 可能成員的時候 特別明顯可以看到說 大家其實是很想做一些事情 很想去把一些 有問題的地方釐清 然後很想要去 讓我們要做的事情更順暢 從這個 文波 然後直播文波 直接就看得出來 好 那所以 所以 為了達到這件事情 有共鳴主張的專案 那其實 其實 在詹訓的裡面 我慢慢覺得 它是一個 不只是一個社群 它其實是一個 算是一個精神 就是說我們希望用 Hopensource的方式 用不同的方式去 去 協作 那 可能Cover的議題有點不一樣 那所以開始 就有點 各種小鬆都冒出來了 本來最近就是帶了 可樂 或者是大的 悲哲鬆 那現在開始 有育哲鬆 還有教學鬆 然後有土地鬆 有農點鬆 好多鬆 所以 其實今天這個主題 我講的 這個 這個Un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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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很多事情 好像同時發生了 好 那我想 接下來 可能會有更多這樣的事情 那可能有一些東西是 NGO希望用 新的方式來組織 有些可能是政府 希望用新的方式來共通 好 那在這邊 可能就 我們是一個很大的社群 然後 在 很多不同的社群之間 好像 其實有點 並不是說 誰屬於誰 或者是 誰激發了誰 就是說 他就突然 就像Hopensource一樣 大家回來 Costcap 不是說 什麼community 我屬於Costcap 好 那所以就是 呃 我要幫我說一下 謝謝 好 那 在 呃 其實從 2月開始 然後我一眼章和國外的一些聯繫 包括說 呃 第七次黑客松其實是和 呃 全球共同的一個活動叫 Colacross的活動一起主辦 好 那四月到六月 拜訪了蠻多國外的一些 呃 機構 然後去 去了解他們 之前 從怎麼樣從 社群推動的方式 然後去造成一些實際的影響 然後還有比較基礎性的社群 然後 那目前也是在跨國的去討論說 欸 譬如說我們的國會大賴致 或者說其他國家的 國會的證據的網站 怎麼樣合作 好 那因為你要把一個網站 或者說一個project 直接看到那個國家 是很困難的 因為可能政治體系完全不一樣 那語言當然也不一樣 那所以 所以有些新的發展 就是說 希望把各個地方 公司都拆小塊 變成小小的component 然後可以互相連接起來 好 那這個是Colacross這個project 那 呃 總之呢 呃 今天要做的事情 嗯 其實之前應該 呃 蠻多人都已經了解 就是說我們大概知道 我們要去朝向開放政府的角度 呃 的地方去去走 那希望使用開放資料 如果有的話 好 那我們用open source的方式去run它 那 呃 去年 欸 今年有一份 呃 就是說我們一個初六的共識 我們知道我們要更好的網路 好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要更好的正 呃 開放的政府 那 我們不是很確定它的明確定義是什麼 但是我們不是說 花時間去定義出來它是什麼 而是說我們開始有一些會run的code 好 那這些code 變成說大家可以一起把它改得更好 因為open source 然後 可以實驗這些code 會不會work 好 那但是在去年 這一整年的發展起來 我覺得這個有點改變了 就是說 並不是進階的程式 而是進階的共幣 然後 因為有一些是非 呃 技術 呃 然後甚至可以慢慢把iPhone出來 在一開始其實 呃 有時候會問到說 你是政府是反政府組織嗎 好 那可是 因為沒有政府對政府的關係 應該有認證 所以 呵呵 不過我還是很喜歡 quartz的那個 我聽還是他的一句話 就是說 這個名詞聽起來像反政府組織 可是其實比較像反專名組織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做事情 不然你就想到說 呃 他 因為很 一開始第一年 很多人會說 欸你們應該做什麼 什麼 有點下次保持這樣子 那通常我們就說 欸你要不要開個專案 你要不要開個課 把坑派好 那可能就會有人一起做 不過這些細節有一些 呃 很有趣的 巧門 就是說 這個社群 它並不是說 呃 該具有的條件 具有 它就突然冒出來了 而是其實蠻多人 蠻 蠻仔細的去 注意一些 一些細節 然後一些 一些寫作的模式 一些基礎建設 啊 所以才會這麼 那明天早上 其實 呃 一排有一個session 就說從沒有人到超多人 會具體的講一些 呃 呃 但是在正中 在溝通 或是說互動的方式 並沒有被改變 好 那 各位可以想想看 是不是這樣子 不過 就像我們今天有了新的科技 比如說 比如說 呃 各種不同的通訊模式 通常這個時期的改變 還是會花一些時間 舉個例子說 剛才一開始提到的這個期刊這件事情 印刷術它其實是在15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 呃 算是 算是普及了 但是 在 實際上有科學期刊這件事情 這個形式出現 隔了 隔了 差不多200年左右 那這200年 印刷術是在幹嘛 就是印書 那最熱門的術就是 呃 青色小說 所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那個當然是科技進步的動力 那 所以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說 當有一個新科技來的時候 其實 可能不會他那麼快的 改變一些 我們覺得他可以改變的事情 老波 呃 插個聽號了 我們既然講到 印刷術 大家知道這個 那個 1980年的時候 其實小弟當就已經知道 有三個五角擊這種事情 好 那 因為今天提到很多這個科學期刊 這些 他們由來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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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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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提到這個典故 那我建議大家有空的話可以看一下 就是 蠻有趣的一個 嗯 它裡面講到的就是說 他認為 印刷處到這個 科學集團 這件事情 最容易出現 促進了科學這個局面 好 那 但是 英特在這件事情 他出現 他有沒有造成類似這樣革命性的改變 還沒有 但是他看到一個可能 是什麼 是open source的寫作方式 就是說 大家用 open source的模式 不需要有一個 中央共管的協調 那大家可以 在科技上 大家可以看到過去二十 二十年來的 各種科技進展的接近 包括各位的 Android或iPhone 都是open source的創作 那 他想到 他想到的是說 這個模式下 在 非科技的 用這樣子的模式寫作 可能 是 整個政府 會改變的 一個契機 那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他 十一月打好的時候 會到Ginning Summit 當我們的Keynote 那所以 我想報名應該是 九月後的事情 請大家 就再多留意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有趣的事情 1964年的時候 美國通過一個 平權法案 他主要是講說 就是 女人可以 應該有跟男人一樣 全力封鎖 好 那 這是1964年發生的事情 那蠻多 呃 就是 女權歷史的 學者 他們會熱門說 其實這和避孕藥有非常大的關係 好 因為避孕藥是在1960年的時候 被 FDA 就是Approve說 可以上市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 女人對自己的身體 比較有 他的控制權 你不會突然就完結 好 所以 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很穩定的知道 進入 勞動市場 那 可是 最近有一些 有一些說法是說 其實 女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女人可以投票這件事情 那 女人可以投票是在 1920年的時候發生的 那 有人最近就講說 呃 其實 洗衣機是造成 女權運動的 改進的最大的一個助力 因為 1910年的時候 洗衣機開始 那 大家 就是 欸 有時間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因為不用了 應該都要洗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 就是說 也先說科技 他的 改變很超過你的想像 今天這個 設計洗衣機的人 他可能不會想到說 欸 這是一個 警方女權力的科技 好 就像 那個 之前寫的 Hack folder 並沒有想到說 他會變成 318直播的科技 跟整體所有的資訊 跟整體所有的資訊 那這個是 G&E Today 那個時候的 流量 還蠻多的 那後來當然在 香港的 戰狀活動 你看說 七一遊行裡面 也有被用到 那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時候我們 被工具限制很多 譬如說你有一些Legos 你就要這些Legos 運作一個小步道 那個人 就只能做這個樣子 那 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呢 有兩種方式 可能是用更好的工具 或者是說 用更大的規模 大家可以講 右邊這個是超大的 很看不出來 因為他那個 插座在下面很小 你用更 不同的規模去做事情 或說 和更多人一起做 或是用不同的方式 來造工具 那 我想今天 呃 大家在這邊參與很多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可能都是 對 很多像 十一季這樣子的東西 做出一點點的貢獻 好 那所以大家 以後 寫購寫完 可命完之後 可以想想說 欸 我今天做的這個 project 是不是 明天的一種十一集 謝謝大家 謝謝 呃 時間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有蠻多時間 可以問問題 可能有人想要 村長給問嗎 呃 不一定是問題啊 會有想到什麼 可以嗎 其實 有什麼想法 會認為 任何想要講 對 下一次黑客聰是八月底的和資料科學愛好所一起舉辦 所以叫資料科學黑客聰明 同一個地方 應該是這邊的續集吧 就是從沒有人到超過人 那就能夠再見 謝謝大家